今天为你解读的是英国威廉戈尔丁的《银王》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是13万字 我会用大约26分钟左右的时间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 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流落荒岛 面对无助的境地 现实和野性让他们泯灭同心 把恶的本性膨胀起来 像野兽一样互相残杀 银王这个词语来源于西伯来语 在英语中 银王则是奋变与丑恶之王 在《圣经》中 银王的词语被当作万恶之首 在小说里 银王不只是象征着丑恶的悬挂着的猪头 更代表的是人性最深层的黑暗面 是无法避免的劣根性 这个故事被设置到一个荒岛上 却和其他的荒岛小说不同 它突破了以往荒岛变乐园的传统模式 自从荒岛小说的兴起 就引起了广大读者的青睐 无论是《地府中鲁宾逊漂流记》的字里更生 如勒凡尔纳的《神秘岛》 对困境的团结乐观 于果海上劳工的执着 还是巴兰坦《珊瑚岛中的勇气》 莫不影响着一大批读者的向往 近来野外求生的纪录片《风行大陆》 更是对这类题材小说的最好诠释 有一些读者也许只喜欢独自在荒岛 创造乐园的内容 却不知道荒岛小说的兴起 有其更无奈的原因 一方面是欧洲殖民的侵略掀起了开荒热情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战争摧残 让很多人从内心中 想要逃避这个纷乱可怕的世界 所以才催生了《逃离社会》 《建设荒岛》这类小说的流行 今天我讲解的这部《银王》 同样是一部荒岛小说 但是作者却赋予了他 对人性探讨更深的寓意 这部小说的作者是英国的威廉·戈尔丁 198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戈尔丁在西方被称为预言编撰家 他运用现实主义的叙述方法 编写预言神话 着力表现人心的黑暗这一主题 表现出作家对人类未来的关切 戈尔丁1940年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亲身经历了很多战斗 参加过诺曼底登陆 战争让他对人类的看法完全改变了 戈尔丁说过 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 如果还不了解 恶出于人犹如蜜产于风 那他不是瞎了眼 就是脑子出了毛病 正是这个基本观点贯穿了以后 他的小说创作 从营王到指人 展现了人的本质是罪恶的观念 他的小说 具有清晰的现实主义叙述技巧 以及虚构故事的多样性与普遍性 阐述了今日世界人类的状况 这部荒岛小说 部分脱胎于英国巴兰坦的《珊瑚岛》 《珊瑚岛》讲述了 拉尔夫·杰克·彼得金三个少年 因船之失事漂流到一座荒岛上 他们在荒岛上如何抗强服弱 制胜海盗 帮助土人的故事 而营王里的环郊珊瑚岛的大环境 主人公拉尔夫和杰克的名字 甚至里面捉野猪的桥段 都有不尽相同的地方 不过 相对于三个孩子团结合作 战胜困难的决心 营王里则反其道二行之 分析了 一旦脱离社会制约和道德规范 人性恶究竟会膨胀到何等程度 这使戈尔丁的作品具有针对性地 戴上了自己的特色 这部小说所表现的黑暗性 并未让当时的人所重视 曾先后被21家出版社拒绝 这部文稿近十年来被数字高阁 直到1954年得以出版 战争的平复和人们对战争的反思 让营王一举成名 戈尔丁也被称为最有想象力 最有独创性的作家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和作者概况 接下来我会为你从三个方面 解读书中详细的内容 一 浮在野蛮表面上的民主 二 野性激发了孩子们心中的恶兽 三 被杀死的西蒙和猪崽子 好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浮在野蛮表面上的民主 故事发生在未来的世界战争 核弹几乎摧毁了原有的世界 一架满载逃难男孩的飞机 被击落在一座环郊珊瑚岛的海域 部分生还的男孩子们流落在这座荒岛上 拉尔夫就是其中一个男孩 拉尔夫的父亲是一名海军军官 中产阶级优越的生活 让拉尔夫从小受到文明的教育 让他成为一个不乏逐渐的少年 过去家庭对自由的禁锢让他厌烦 所以说流落到这个荒岛 反倒让他十分兴奋 尽情地享受得知不意的自由世界 拉尔夫优越的身份 也带给他一种掌控欲望 面对胖男孩猪崽子 唠唠叨叨地主动搭讪 既有种得意 也有种对低等人群排斥的心理 他不屑于猪崽子的讨好 嘲笑他的外号 来彰显自己的高贵 内心却对猪崽子提出的建议 暗自留意 两个人在海边捡到一枚海螺 猪崽子再次提议吹响他 召集散落在岛上的人 共同商讨对策 做出长久的打算时 拉尔夫果断地吹响了海螺 文文作响的罗音响彻山谷 果然召唤来散落在荒岛上的孩子 被召唤来的都是一些 五岁到十二三岁不等的孩子 其中包括一对叫萨姆和艾里克的双胞胎 爱晕倒的西蒙 还有仍然保持队列的合唱队 这其中合唱队的队长 杰克·梅瑞迪 是个居傲无理的家伙 在这种环境 他仍然维持队列整齐华裔的骑士 毫不客气的语气 都带有压人一头的精神压力 但是唯一让拉尔夫感到 这是和他一样有主见的对手 拉尔夫暗暗感到 自己刚刚建立起来的权威受到威胁 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 拉尔夫不惜牺牲猪崽子的尊严 用他的外号来取悦大家 让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 事情如他所愿 在他和杰克之间的战争 拉尔夫凭借手中的海螺 被孩子们选举为头 海螺在这个时候 已经在孩子们心中 成为了秩序和威严的象征 面对因为失去掌控权而恼怒的杰克 拉尔夫做出了维护稳定的安排 让他仍然领导合唱队 成立打猎小组 以此作为安抚 他却没有料到 对同样拥有痊愈的杰克的意识妥协 给予他一个可操控的队伍 这个举动为日后埋伏下了巨大的隐患 刚开始拉尔夫和杰克 尚能一心料理荒岛的事情 团结合作 为了向杰克示好 拉尔夫再次舍弃朋友猪崽子 带着杰克和西蒙前去查看荒岛地形 二人竭尽友好探明荒岛的地形 共同商议对策 并通力协作 升起大火堆 期待救援 拉尔夫对团队灌输的理念是 民主秩序与希望 所以说他主张大家 凡事协商解决 为了公平 制定只有拿到海螺的人 才可以发表意见的规定 并在会议上通过各项决议 比如说燃起一个冒烟的求救火堆 组织大家搭建窝棚 寻找野果照顾孩子 不能随地大小便 等等的措施 但是拉尔夫在潜意识当中 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 仍然对不服管理的杰克怀有戒心 在杰克屡次不听从指令 自行其事的大猎行动中 拉尔夫开始在会议中 嘲笑杰克猎猪时的胆怯 指责杰克逃避搭建窝棚的劳动 以此降低杰克 在孩子心目中的影响力 这样的行为 在桀骜不驯的杰克眼中 无疑是一次次的挑衅 终于在杰克只顾打猎 却忘记召看火堆 以至于错过一艘轮船 失去一次绝好的被救机会后 争吵的二人矛盾达到了顶点 杰克也正式开始站在拉尔夫的对立面 并借助着荒岛上 有一个可怕的野兽为由 公开与拉尔夫分庭抗礼 接力维护自己微信的拉尔夫 在杰克掌控食物来源的现实对应下 守护火堆 等待救援的行为 变得很不切实际 眼看着孩子们被杰克拉拢过去 只能和忠诚的猪崽子和双胞胎 选择默默地坚持 拉尔夫惊恐地发现 杰克采用了另一种更极端的控制 他们利用野兽带来的恐怖 开始采用野人的方式 用猪头献祭 在脸上画上五彩颜色 用野蛮萌昧的方式 让无知的孩子们 崇尚人形中的野性 催生破坏毁灭的本能 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 拉尔夫和猪崽子亲眼看见 疯狂的孩子们围绕篝火跳舞 大喊着杀野猪割喉咙放他血 在狂乱中 杀死了前来告知野兽 不过是一具散兵尸体的西蒙 远离了人类文明及其规范制约之后 杰克使人性的恶得到了空前的释放 让他们渐渐步入罪恶的深渊 为了夺取领袖的地位 杰克带人袭击了拉尔夫的住所 夺走了猪崽子的眼镜 那是唯一能取火的工具 拉尔夫为了维护救援火堆 前去讨药眼镜 在激烈的争夺中 拉尔夫最忠诚的朋友 猪崽子 被杰克授以一个叫罗杰的孩子 用巨石砸死 拉尔夫自己也陷入重围 男孩们开始兴奋地追杀 拉尔夫 整个小岛陷于恐怖之中 这群男孩彻底毁灭了这里的一切 整个海岛在熊熊大火中燃烧起来 拉尔夫最终实现了他被拯救的愿望 紧要关头 一艘英国军舰 发现了岛上的大火 及时赶来 拉尔夫幸免于难 但他却感到异常悲痛 为同伴们的人性沦丧而不停地哭泣 在这个故事里 所有的人物 情节和环境描写 都具有某种象征性 拉尔夫在这个故事里 象征着不完全的文明和理智 虽然他最先拥有海螺带来的微信力 和忠诚的朋友协助的主动权 却因为没重视忠诚跟随的猪崽子的建议 反而处处对咄咄逼人的杰克妥协 不能更好地处理建设荒岛中产生的矛盾 只是一味地维护秩序和希望 结果造成不断恶化的后果 拉尔夫在守护秩序与希望的同时 没能更好地处理同伴之间的矛盾 在一定程度上 协助或催生了杰克的叛乱行为 那么杰克在这个故事里 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们接下来讲述第二个重点 野性激发了心中的恶兽 在英王中 拉尔夫和杰克分别代表着 善与恶的两个对立面 虽说拉尔夫出场的方式很阳光 大海沙滩海螺 高兴的时候拿大顶 跳到温热的海里游泳 这些都表现了活泼率性光明的一面 但是杰克的出场就不同了 他是带着一种乌云压顶的气场出现的 首先在炎热的天气下 杰克率领着合唱队 身穿整齐的制服排成一队 身上还披着黑色的斗篷 从第一感官就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从杰克这一行为来看 杰克在合唱队很有威信 队员对他的指令不敢违背 即使是不合理的 不过杰克的头脑并不简单 他正独自带领小队探明岛上的情况 说明遇难后 他第一反应就是带领小队 探明陌生的环境 再做下一步计划 之所以被召集到一起 也是他以为有一个吹号的大人 才导致放弃了继续探索 等他发现这里没有成年人时 咄咄逼人的本性立刻展现出来了 首先毫无礼貌的 眼光向下盯着拉尔夫 皱起面孔 表情虽然沮丧 但又露出正要发怒的样子 然后傲慢无礼的连声发问 等到弄明白情况 立刻喧宾夺主 站到主导地位 并大声呵斥 猪崽子啰嗦 拉尔夫就是在这种压力下 不由自主地想要压过杰克的石头 脱口喊出猪崽子这个外号 引起大家的哄笑 把大家的目光重新吸引过来 选举头的落败 让杰克的高傲受到很大的伤害 他恼羞成怒 脸红的连雀斑都看不见了 刷的站起来 接着又改变主意坐下 因为杰克很清楚 他目前的团队并不稳固 如果此刻行为鲁莽 很可能会被大家排斥 失去机会 这也说明杰克很有诚服 拉尔夫维护大局的及时安抚 将合唱队交给他领导 且让杰克没有完全丢掉脸面 保留还能把控的力量 于是对拉尔夫产生暂时的好感 杰克是靠武力威慑众人的 也是岛上唯一携带刀子的人 刀本身就是武力和杀戮的象征 只要别人有不同的意见 或者他本人胆怯的时候 就会把刀子捅进树干 来表明他强硬的态度 在会议中不容置疑的决断 在他第一次杀野猪失守 在伙伴面前展现强硬态度 这个举动都会让别人心生畏惧 拉尔夫对杰克时刻都在挑战 自己尊严的时候 选择了挖苦和指责 从最开始杰克杀野猪时的胆怯 到逃避搭建窝棚的劳动 尤其为狩猎没能守住信号火堆 导致失去一次被救援的绝好机会 拉尔夫想要借此打压杰克的气焰 但是每一次当中的指责都积累了 杰克心中的怨恨 这时的杰克在狩猎中 第一次完成了杀戮 手上沾染了鲜血 他已经不像之前那样 不敢将刀捅进活物的体内时 心中还留存着一份孩子的良知 这一次的杀戮 已经完全泯灭了他体内的善良 杰克心中的野兽苏醒了 食物是实实在在的诱惑 它要比篝火 比渺茫的希望更切合实际 在现实和希望的对决下 实际上拉尔夫已经败给了杰克 虽说杰克在拥有和掌控 绝大部分力量后 才明目张胆地开始 正式和拉尔夫决裂 他不仅藐视拉尔夫制定的秩序和规定 也公开挑衅拉尔夫的尊严 在食物的诱惑面前 拉尔夫仅有的脸面也毫无价值 只能靠倔强的战力和沉默来抵抗 但最终还是屈辱地接受了食物 杰克只高强地占领了主导地位 为了从实际上争得大家认可的权位 与拉尔夫西蒙再次探索野兽的存在与否 来决断谁才是正确的 朦胧的月光下 一个可怖的景象 让他们来不及仔细查明 扁金孔的落荒而逃 野兽的存在在孩子们中间宣扬开了 这让孩子们更倾向 跟从拥有武力的杰克 背叛了拉尔夫 杰克砍下了血淋淋的猪头献祭 用恐怖威胁和食物引诱 赢得了大多数孩子的支持 岛上有野兽 这个超出科学范围的存在 让孩子们不再相信拉尔夫 在食物和恐惧面前 闪电雷鸣中 他们狂热地享受猎杀 带来的刺激感 像原始人一样 涂抹花脸 围绕着篝火跳打猎物 他们的恶和萌寐 已经完全被激发出来了 这个时候 他们人格最底层 最兽性的暗影 通过这一式宣泄出来 猎物满足了他们的嗜邪欲 他们俨然都成为了野蛮人 此后 这群孩子就再也不考虑 能否得救了 他们把所有的精力 都投入到大猎中 热衷于杀野猪 割喉咙放他的血 就在这时 知晓了真相的西蒙 兴奋地想要通知大家 让大家恐惧的野兽 只是一个腐烂的飞行员尸体时 被血腥和蛮荒仪式 刺激的已经疯狂的孩子们 将他活活刺死在了沙滩上 杰克带走了大多数孩子 到另一个平台大石堡 杀戮的真相 让孩子们也无法面对拉尔夫 他们学着杰克图成花脸 掩盖了曾经接受的文明 掩盖住他们内心的羞愧 至此 拉尔夫失去了所有的威信力 只剩下猪崽子和双胞胎 忠心的跟随 为了夺来唯一能生活的工具 杰克袭击了拉尔夫的草棚 抢走了猪崽子的眼镜 等拉尔夫前来讨要时 杰克就像山大王一样 野蛮跋扈到了极致 他们不仅嘲笑拉尔夫 河里的逃取 也嘲笑猪崽子手中的海螺 最后面对猪崽子的质问 恼羞成怒地推下大石 砸死了怀抱海螺的猪崽子 杰克命令孩子追杀拉尔夫 已经杀死了两个同类的事实 让孩子们人性泯灭成兽性 狂热的兴奋 让他们把人当作猎物来猎杀 疯狂的孩子们点燃了生存之地 这么做只为驱赶杀掉 曾经信任的拉尔夫 在腾腾的火焰中 救援的军舰来了 但是岛上只剩下野兽一样的孩子们 一个被烧掉所有生存来源的岛屿 杰克并没有在最后出现 来面对成人的救援 在大火中 结局变得扑朔迷离 引人深思 在银王中有两个孩子的死亡 最让人痛心 因为他们都是死在人为的土路中 是人性泯灭的牺牲品 这就是猪崽子和西蒙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讲解 被杀死的西蒙和猪崽子 银王从开始到获救之前 应该有三个孩子死于非命 这三个孩子都是在人为的情况下 失去生命 而且是经历了一个 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 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 也经历了从追寻文明 到热衷杀戮的转变 这里第一个失踪的孩子 是最先在会议中提出 岛上有野兽的小孩 他脸上有一块紫红的胎记 孩子的担忧和恐惧的问题 在大家的哄笑和拉尔夫的训斥下 哭泣着跑开 然后在孩子们兴奋地 升起大火堆 引发山火后 再也没有出现 但是他把野兽这个问题 灌输到了岛上所有孩子的心中 对于野兽有另一种解释 就是西蒙 西蒙是个很神秘的先知者 也是知道野兽真相的唯一一个 西蒙在杰克合唱队中 是最孱弱的一个孩子 因为癫痫病 导致他动不动就会晕倒 杰克常常拿他取笑 但是实际上 西蒙虽然瘦小 却是个挺精神的小孩 在他凌乱的头发下 时常露出炯炯的目光 西蒙在营王里 是一个先知先觉 神秘主义者 他为人腼腆 但有正义感 洞察力很强 西蒙在孩子中 已经不属于聪明的范畴 他拥有的是一种智慧 他所说的话 所做的事 都有一种俯瞰大局的意识 做出的预言 也往往一语成衬 在拉尔夫和杰克 讨论打猎的感受时 杰克很少得一句 法子废斧的言论 打猎的时候 感觉不像是在追捕猎物 而是感觉 有什么东西在追捕自己 这个时候 只有西蒙转过头来 仔细地倾听 似有所悟 西蒙也认真地对拉尔夫说过 你会返回老地方 平安返回的 这句话到最后 果然成真 还有在拉尔夫和杰克两派 为是否有怪兽 争论不休的时候 西蒙说出了 也许野兽 就是我们自己 这样带有哲学意味的判断 但是 他所说的并没有引起 孩子们的重视 反而引起哄笑 就连和他同样聪明的猪崽子 也吃惊地骂他 放屁这样的粗话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许多人随便的哄笑 是一只白粉笔 他能够将粉吐在对手鼻子上 使他的话 好像小丑的打混 西蒙这个智者 被一群愚者 哄笑成了小丑 当拉尔夫和杰克 在夜色中 被山上所谓的野兽 吓得落荒而逃的时候 西蒙选择独自上山 探明真相 中途因为癫痫 并晕倒在了 落满苍蝇的猪头鸡品前 晕眩中 猪头活了 他不断嘲笑着西蒙 指出了包括西蒙在内 所有孩子 心中都埋藏着 恶和肮脏 这种恶的散发 终究会要了西蒙的小命 苏醒过来的西蒙 发现了野兽的秘密 那只不过是一具腐烂的 散兵尸体 降落伞在海风的吹动下 将恐怖的尸体拉扯着 不断地提起 这个野兽是恐怖的 但他对孩子们来讲 是无害的 西蒙在雷电交加的夜晚 挣扎着跑到山下沙滩上 那里杰克带着孩子们 疯狂地围着篝火 举行着祭奠仪式 西蒙的出现 和他想要告知的真相 被疯狂的孩子 在迷乱中扼杀在海滩上 晨光中 一阵海浪涌来 将西蒙染满鲜血 小小的身体 覆满银色的气泡 拖进无边无际的大海 拉尔夫和猪崽子 看到西蒙的惨死 深深为孩子们 丧失的人性恐惧 猪崽子在内心中 受到了惊吓 永远比任何人都要剧脸 因为猪崽子 一直都是在西蒙的维护下 免受杰克的欺辱 面对杰克的喝齿 为他解释 将自己的肉给他吃 西蒙是所有孩子中 唯一理解和认同猪崽子的人 猪崽子在嬴王中 是和西蒙一样聪明的孩子 他出身平民 身胖体弱 有气喘病 但是一副深度近视眼镜 他的眼镜是生活 必不可少的工具 在这本书里 也是和海螺 刀子一样 有着科学和文明的象征 猪崽子是个有思想 肯思索 但是过分善良的孩子 他相信成人的世界 科学的力量 却执拗地不相信 人性的黑暗面 因此 他第一时间遇到拉尔夫 就坚定地选择信任他 就算受尽挖裤和嘲讽 也死心塌地地依附着他 面对拉尔夫无数次 对他正确建议的忽视 只要一声小小的道歉 便能让他露出微笑 猪崽子是一个面对困境 清醒理智的人 流落荒岛后 他是第一个对拉尔夫提出 统计孩子名单 召集孩子共同商讨的办法 并在会议上 竭力维护拉尔夫的地位 提出在孩子中 建立秩序和条例的人 他反对大家盲目地 失去柴火 做成不能长久 维持的大火堆 不要像小孩一样 把生存当作玩耍 在大家都在 对野兽恐惧害怕时 只有猪崽子理智地强调 没有蛇样的怪兽 坚持用科学 对抗愚昧和野蛮 他懂得对当前的处境 提出质疑和想出解决办法 这一点就连拉尔夫也感觉到 每一次都是猪崽子 把事情和办法 向到他的前头 猪崽子对他忠心跟随 像军师一样出谋划策 扶住他当上头 这些却被拉尔夫视而不见 反倒处处对他嘲笑 忽视他的建议 面对杰克 对猪崽子的欺辱和恐吓 拉尔夫总是站在一边 默然使之 甚至经常对他大声呵斥 因为拉尔夫和猪崽子 身份上的悬殊 猪崽子在内心 时常感受到自残行贿 拉尔夫却因为极度猪崽子 比他更聪明 而故意远离和排斥 因为杰克的恶意 和拉尔夫的末世 猪崽子白白拥有 唯一生活的眼镜 在荒岛上这个工具 与拉尔夫的海螺 杰克的刀子 不相上下的重要性 却没能在大家面前 占有一席之地 占录自己的才能 只有无奈地看着事态 一步步地恶化 也注定了他最后悲惨的结局 附庸着拉尔夫的猪崽子 被他的理性人格魅力所倾倒 成了拉尔夫身边 最贴近的人物 他时刻强调海螺的权威 强调着拉尔夫的求救理念 但他终究是个纯理论家 他和拉尔夫所向往的秩序 和希望都是看不见的 相对而言 杰克拥护的野性和狩猎 是大家看得见 吃得到的现实 现实让人只看到眼前的利益 孩子们开始变得自私狭隘 凶恶残忍 就像杀死猪崽子的凶手罗杰一样 谁能够想出 他仅仅只是跟猪崽子 一样年纪的小男孩 却狠狠地推倒巨石 砸死了猪崽子 银王中如果说 紫色胎记的小男孩 被大火堆引发的山火烧死 是一种愚蠢的意外 那么西蒙之死 已经演变成一种谋杀 最后猪崽子之死 就变成了赤裸裸的杀戮 三个孩子的被杀 成为荒岛上曾经天真无邪的孩子们 演变成泯灭人性的可悲过程 格尔丁在经历战争后 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再回到 杨春白雪的写作 充斥他内心的 便是病态世界中人性的积变 他不断思考的 使文明社会 如何在人的原罪本性的改变下 一步步走入堕落于毁灭 同时又由于无法找到 破解这一巨大难题的出路 而颓废不已 最终找不到缓和之点 只能以作品人物的死亡或消失 来源作品的结尾 这部《迎王》中孩子们演变的悲剧 不是孩子的童话预言 是给那些成人的鞭挞 是向那些引发和战争摧毁家园的成人 一个巨大的 无法解释的疑问 我听过一首英文歌 Tell me why 这首歌想表达的 就是对世人们种种作为的困惑 包括人与自然 人与人之间冷漠的关系 一个孩童对世人的责问 一步步地问着为什么 他并不是要寻找答案 而是唤醒沉睡的世人 是忧郁和愤怒在呐喊与互唤 十岁的男孩以歌声 结问人类战争贫穷饥饿 祈求人类和平友爱富足 这首歌触人心弦 简直就是这部 《银王》最好的注解 现在我们再次回顾一下 所讲的内容 在介绍完《银王》的简单内容和作者后 分为了三个主题 首先在《福在野蛮表面上的民主》里 从生还的主人公拉尔夫眼中 讲述了流落荒岛的孩子们 如何在希望与现实之间 逐渐演变成动物一样残杀的本能 天真无邪的孩子 在文明的缺失下 成为杀戮的机器 过去的秩序与律法 在人性泯灭中崩塌 然后在野性激发了心中的恶兽里 以恶的代表人物杰克为线索 再次重塑孩子们演变的过程 极权统治如何在最初和谐的团体中 被催化出恶的本质 最后从被杀死的西蒙和猪崽子 再次结构和谐统治 与极权统治转变过程中 理智与仙哲在这场争斗中 所扮演的角色与牺牲 野兽是在人的心里产生的 就像人和动物的高度重合 如果把人当作动物 或把动物当作人 就像乔治的动物庄园里 猪变成人一样 这个社会终将走向毁灭 好 这就是今天为您分享的 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